众所周知,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的较量 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毛主席与蒋介石两人之间的较量 作为两个对中国近代史有着深远影响的人物 他们在战场上的斗争贯穿了国共两党的分裂与合作当中 并创造出近代战争史上令人惊叹的战力 不过也正是战争使得两人才能和智慧直接展现出来 宣布了两人最终的成功和失败 他们是敌人,也是朋友 从重庆谈判谋合到国共内战选将用兵 从战略到具体战术,再从军事手段到政治策略 毛主席与蒋介石之间都有着鲜明的区别 这些区别也反映出两人的性格和智慧 更体现了国共两党两军在本质上的差别 以及背后所代表利益的极大不同 毫无疑问,他们所经历的合作与对抗 都属于一个时代的历史印记 但是,具体到两人早已超脱了政治军事斗争上的对手范畴 到最后他们越来越像是一种复杂感情的友人 从井冈山根据地建立开始 蒋介石就命令军队不断对中共进行围剿 可屡屡失败后,让他不得不重视毛主席这个强大的对手 作为曾经在战场上占据优势的一方 蒋介石曾就谁能取代他这一问题 公开作出回答 蒋介石认为有两个人除了毛主席外 还有一个人有资格取代他 1933年7月18日 国民党庐山军官训练团第一期开学 开学典礼上 蒋介石发表了重要讲话 他说,此次训练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消灭赤匪 一切的设施,既要以赤匪为对象 一切训练的方式动作以及各种 战术,统统要适合剿匪战术的需要 统统要针对土匪的实际情形 与匪区的实地的地形来做想定并实施训练 从蒋介石的话语中可以看出 他已经把中共领导的红军视为真正的敌人 在庐山期间 有一天蒋介石跟几位高级将领聊天 突然,国军将领刘建旭鼓足勇气问蒋介石 委员长,我想问一个问题 明百年之后谁能取代您 刘建旭话音刚落 现场气氛陡然紧张起来 大家都不敢说话 然而,蒋介石听后并没有生气 他沉思片刻后轻叹一声 能取代我的人已经被我枪毙了 现场高级将领心领神会 知道蒋介石口中已经被枪毙的人 指的是瞪眼档 不过,蒋介石话没有说完 还有一个人能取代我 他还活着,在井冈山 蒋介石同样没有说名字 但大家都知道说的是毛主席 不过,那时的蒋介石 以及国民党将领都没有想到 最终他们都败在毛主席手上 很多人都知道 无论是抗战还是解放战争 蒋介石都对中共的根据地 解放区进行严密封锁 任何关于毛主席等中共领导人的宣传 都是以抹黑为主 然而,查阅资料时 笔者发现 曾在叶剑英身边工作过的雷英夫 透露了一件事 蒋介石很早就重视毛主席的著作 1938年,在毛主席的推荐下 雷英夫跟随周安来到重庆增加盐50号州公馆工作 有一天,叶剑英让雷英夫汇报工作 主要内容是他刚在延安听完的毛主席几个报告 叶剑英说 主席这几个报告在国民党高层内部影响很大 蒋介石都弄了延安印刷的小册子 叶剑英口中的小册子主要是指毛主席的三篇文章 《中国格》 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论持久战和战争和战略问题 听完雷英夫汇报后 叶剑英跟他说 你知道吗 蒋介石最近都在读毛主席这几篇文章 雷英夫非常惊讶 在他看来蒋介石是中共我眼中钉肉中死 他怎么会读毛主席的著作呢 叶剑英表示这是真的 是由小诸葛之称的白崇喜告知他的 叶剑英跟白崇喜很熟悉 两人在重庆期间经常见面 一次开会 白崇喜告诉叶剑英 老蒋正在悄悄读毛泽东的书 白崇喜表示 有一天蒋介石邀请他去林园关笛小作 在场还有他的几名心腹幕僚 闲谈中蒋介石突然问白崇喜 毛泽东这几本小书你可读过 说着 蒋介石从一旁茶几上拿出一本 用粗糙纸印刷的小册子递给白崇喜 白崇喜接过了一看 封面写着论持久战 他简单翻了几页 发现都有蒋介石的毛笔圈住 突然 蒋介石开始训斥现场的幕僚 他说 你们都给我看看 毛泽东就那么几本小书 就把国共之间的关系把抗战的侧 略战略战术讲得这么透彻 毛泽东身边有高人 他的那些秘书有真本杀 这番话说完 蒋介石沉默了一会儿后 继续说 我与毛泽东打了这么多年的仗 虽说是不共戴天 不过我感觉毛泽东这人还是很坦率 的 你们看看他的观点 这枪杆子里边出政权 不允许枪指挥党 只允许党指挥枪 这时现场幕僚们纷纷表示有道理 可他们马屁拍错了 蒋介石大为生气猛拍桌子大骂起来 你们这些人坐的是洋车 穿的是那服 吃的是羊米羊面 可就是弄不出像延安这样像样的东西来 你们这几个人能不能给我争点面子 也写出几本来 让党国和我这个当总裁的 也光彩光彩 从后来解密资料来看 这是蒋介石罕见对毛主席才能的认可 但是 蒋介石没想到毛主席原本不想领兵打仗 从南昌起义后 中国共产党又相继领导了香港边界秋收起义 广州起义 以及恶中恶西起义 黄马起义 平江起义等 当时国民党强大 可中国共产党人却坚决与其进行斗争到底 坚持走上独立创建人民军队 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道路 毛主席曾不止一次的用逼上梁山形容自己领兵打仗 他说 我这个人是逼上梁山的 以前我没有准备打仗 是教小学的 就在那年被逼上梁山 毛主席还说过 我是被迫这样去做的 因为反动派杀人太多 最终 1949年两人的对决走向终结 历史也把答案告诉我们 而蒋介石口中的另一位能取代他的邓眼达 在没有被杀之前 也不是等闲之辈 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 毛主席称赞他 邓眼达先生这个人很好 我很喜欢这个人 邓眼达 国民党左派领导人 1895年出生于广东惠阳县 1919年 邓眼达从保定军官学校毕业 1920年初 孙中山在广州组建粤军 陈炯明出任总司令 邓坑任参谋长 邓眼达想应邓坑执照 来到福建漳州参加圆敏粤军 从此开始追随孙中山进行革命行动 在一些重要战事中都有他的身影 他也相继升任为营长、团长 1924年初 孙中山决定创建黄浦军校 邓眼达是他指定的七名筹备委员之一 蒋介石为筹备委员长 黄浦军校成立后 邓眼达出任训练部副主任千学生总队长 从史料来看 邓眼达和蒋介石很早就结实 不过两人关系并不好 邓眼达不满蒋介石做事的手段 1926年3月中山剑事件发生后 邓眼达大为不满 直接抨击蒋介石 不久 蒋介石直接把邓眼达调到黄浦军校朝周分校当教育长 对于蒋介石的独裁统治 邓眼达一直深恶痛绝 当北伐战争取得初步胜利后 蒋介石独裁倾向更加明显 他企图把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 牵制总司令部所在地南昌 而不是牵到武汉 邓眼达大为恼火 他在一次由蒋介石参加的武汉群众集会上 振臂高呼 中央党部立刻牵住武汉 此后邓眼达多次发表讲话 阐述反对个人独裁的重要性 渐渐地跟蒋介石走向决裂 1927年1月3日 蒋介石在南昌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 第六次临时会议 邓眼达从武汉赴南昌参会 他主要代表武汉方面的意见 会上 蒋介石再次提出中央党部与政府赞助南昌 邓眼达强烈反对 蒋介石很生气 他在当晚日记中写道 心神烦闷 疾难成眠 1月7日 武汉召开临时中央党政联席会议 蒋介石迟迟不愿动身参会 直到1月12日才抵达 1月17日 蒋介石在会议上 再次提出改读南昌的想法 还是遭到邓眼达反对 周福海后来回忆说 邓眼达言论也日甚激烈 比中共有过之而无不及 给奖的刺激极大 这一次蒋介石真正生气了 从此视邓眼达为心腹之患 1927年2月17日 邓眼达在汉口民国日报发表了 现在大家应该注意的是什么 总结了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 重点指出解决农民问题的重要性 很多观点极具战略眼光 比如邓眼达写道 如果是不能代表群众的要求 便是自私个人的行动 如果违背了群众的实在性 就必定限于孤立 走到绝路 辛亥年格 命失败的结果教训我们 如果我们的党 不能够把实际的利益 给广大的痛苦群众 尤其是给农民群众 革命一定是要失败的 邓眼达还在文章中指责 国民党有人骨子里自己的利益同革命 的利益反备 一面又想赶快在政治的局面里 取得政治的权柄 显然他就是在说蒋介石 蒋介石更加生气 他在2月21日日记中记载 文章内容纯迪回我 这时的蒋介石还没有对邓眼达起杀心 他还写信劝说 游记其毁屋也 不过 当邓眼达试图劝说黄埔军校学生 以及李己生反讲时 蒋介石对邓眼彻底失望 两人也自此成为势不两立的敌人 1947年4月12日 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 针对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一场 一维清党的武装政变 大肆逮捕屠杀共产党人 史称412反革命政变 邓眼达坚决反对 主张东征逃奖 他很快被蒋介石列为 丙类分子 即共党分子即附和共党分子 然而 武汉的汪精卫很快也开始清党 邓眼达处境危险 6月底 邓眼达发表 告别中国国民党的同志们和辞职宣言 强烈选择蒋介石 背叛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之后秘密逃离武汉前往莫斯科 就在邓眼达前往苏联期间 中共发动了八亿南昌起义 尽管他没有参加 可还是被推选为革命委员会 七人主席团成员之一 1927年11月1日 邓眼达联合宋庆龄 陈友仁在莫斯科发表 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 宣布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 声明要继承孙中山一致 继续联俄联共开始反讲斗争 1930年5月 邓眼达秘密回国 后在上海法租界 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 邓眼达当选为总干事 以实际行动展开反讲斗争 这个委员会是中国农工民主党前身 跟国民党共产党有区别 所以又被称为第三党 短短一年时间 第三党变发展迅速 组建的基层组织 已经遍布全国14个省市 甚至连蒋介石的 嫡系部队18军中的罗卓英 杜玉明 宋西连 周志柔 肖前 甚至连西北军的杨虎城 邓宝山等人都参与进来 邓眼达一度还发起 组织黄埔革命同学会 号召大家行动起来 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 眼看第三党实力不断壮大 蒋介石大为恐慌